新北市议员陈明毅受邀参加由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所开办的社区课程 尤其完全免费提供民众学习 而且更多元化的学习管道 协会理事长也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虽然网络上课很便利但是缺乏人情味 协办单位之一的新北市议员陈明毅服务处 本人受邀参加这场口才训练协进会所开办一系列社区课程 尤其完全免费提供给民众吸收新知 不仅肯定理事长简明毅的用心经营 而且也收出了切身的感受 美式口才训练协进会的前理事长 办了非常好的口才训练的课程 这些课程完全是不收费的 然后老师跟理事面对面非常有温度 那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还看到他们非常用心 你看这么精彩的POP 包括课程表都排得非常好 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很优质很用心的社团 我们要全力来支持他 而且他们的课程的内容非常的用心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不光是新庄的好朋友 新北市的好朋友都可以来报名 红布条上面所呈现的这些协办单位 则认为主要是优质团队振助经费 让他们能够开辟一系列社区成长讲座课程 让民众有多元的管道学习值得推广 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计会成立十几年以来 除了智力讲师的培训工作 也让这些优秀讲师透过课程交流鼓励民众走出湖外 期盼大家一起学习成长共创参与目标 那我们这一次办的活动基本上全部都是完全免费的 那为了促进我们的新庄地区的民众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理事长特别希望就是说所有参加的民众都是免费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民众可以学习跟成长来创造一个社区跟企业 还有我们的协会一个三营的一个目标 主办单位指出上半年度以幸福人生系列为主题 攻击八堂课 丰富的课程内容还有摩采活动 完全以供应方式来回馈社区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新北市口台训练成绩会 赞 记者黄又贤新庄裁缝报道